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2022年的初一的深化 他们是深化跟BioCam 英文版本也放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选择题的部分 第一题 第一题 Thomas来回答 盲人用手来阅读盲文的时候 是依靠皮肤的什么感受器 这个我们好像是在历届有出过了 作业也有出过了 这个题目 触觉感受器非常简单的答案是B 有时候压力也是放在里面 不过触觉是主要 对吧 触觉主要 再来第二题 皮肤中的调节体温有关的结构 主要是调节体温 你看选项来讲 脚直层血管 深化层 汗腺 血管汗腺 皮质腺汗腺 其实你会看到汗腺已经出现三次 血管出现两次 对吧 有时候可以用这样子的模式来猜到答案 答案是C 血管和汗腺 为什么汗腺有呢 热的时候流汗流汗呢 汗液蒸发的时候就会吸热 那他就可以把热给带走 这个就是我们散热的一个体制 如果血管又怎样呢 血管呢 你会发现到热天的时候 你的血 你的整个脸会红啊 对吧 所以因为他的血管会舒张 让血通过 通过比较多的 他直接散热就会快很多 那如果是冬天的话呢 他的这个 整个血管就会收缩 让你的散热就会减少 所以血管其实也是有帮助这个体温调节的 OK 所以答案是C 再来第三题 陈红破 下列哪项的活动呢 能够保持皮肤的健康 保持皮肤的健康 经常长时间进行户外活动 多熬夜 减少冲洗次数 多流汗 还有多吃水果 哪一个是能够保持皮肤的健康 你其实蛮明显的 所以他吃到蛮简单的 多吃水果嘛 那你想说经常长时间 肤外运动 肤外运动是好的 但是你不能够经常 也不要长时间 对吧 所以这两个的话 你可能会皮肤再伤啊之类的 然后呢 减少冲凉速度 冲凉次数 冲洗冲凉应该是好事吧 对为什么你要多流汗 然后呢又减少冲凉 这个好像不太合理 很不卫生的感觉 然后呢多熬夜 熬夜不好啦 对我们没有一个本课本 叫同学能熬夜的 对吧 所以这个C呢 答案呢 应该是B啦 OK 第四题 第四题 陈轩凌 轩凌有进来啊 刚才跟我讲 好像可能没进来 第四题 嗅觉感受器也叫做什么呢 嗅神经 嗅细胞 嗅 鼻腔 还是鼻子 哪一个才是嗅觉感受器 应该是嗅细胞啦 那神经的话呢 是连续大脑的那一根 我们叫神经 我们叫神经 他应该不是 不是修神经啦 应该是有一个叫修细胞的 好第五题 第五题就是我们的那个初三的课程的 中华呢是有考这个的 黄世杰 在五界分类系统 细胞中的遗传物质没有核膜包备 没有核膜包备的遗传物质 到底是哪一界呢 动物界 真菌界 原生生物界 还是原核生物界 Briyan 世界 诶 在吧 Donkey 原核生物界 是的 这种呢 遗传物质没有核膜包备的 那我们叫做原核生物 它是包括了那些细菌 大部分是细菌的 就是在这一种 OK 那第六题 创立双鸣法的科学家 吴基胜 吴基胜 创立双鸣法的科学家 是谁呢 巴斯德 什么佛朗西斯克雷迪 我这个人好像本上没有出现过 海克尔有出现过 还有林奈 所以答案应该是林奈对吧 林奈是双鸣法的 海克尔如果没有记错 是三界分类 提出三界分类的 魏泰克是提出五界分类的 所以这几位科学家要懂 巴斯德其实他是一个也是生物学家 他是发明这个杀菌法的 他是有提出怎样的一个杀菌法 可以把细菌给杀掉 同时也好像可以保留一些营养 所以我们的牛奶是用这个巴斯德法消毒法的一个做法 是因为我就不太懂 这本上好像也没有推过 第七题 某学习小组同学呢 将水稻 西瓜 松树 归类一类 海带 地前 绝 然后又归类另外一类 请问分类的依据 到底是怎样呢 有根没有根 有种子没有种子 水生或陆生 还是有进和没有进 B 因为这个海带是藻类 地前是那个苔藓类 绝类 绝是绝类 所以这三个他是用包子来翻新的 所以左边的这个应该是用种子翻新 这个是包子翻新 就是没有种子的意思了 所以这一个的分类应该是有种子跟没有种子 有根没有根来讲 比较像是在分海带 因为海带是没有根的 但是地前跟绝类 地前是有假根 绝类就有根了 所以这里同一组有一些有根 有一些没有根就不合理吧 对不对 禁也是 像海带是没有禁 海带没有禁 其他地前跟绝都算是有禁 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个有改过答案 可能有点模糊 所以可能他讲要换换选项 Anyway不要理他这么多 反正这题答案是理 第八题 Thomas 用双名法来书写生物的名称的时候 总名应该要大写还是小写 还是第一个字母要大写 还是大小写都可以 小写 属名跟总名 总名是小写的 对吧 属名才是第一个字大写 所以这题第八题答案是 第八题答案是 第九题 林林会 研究生物进化的最直接的证据 化石了 对不对 所以我要找化石 答案是 东西了 古代生物的化石 生物进化术 没有这个文句吧 现代生存的生物 古代生存生物案 证据呢 都比较直接的证据就化石了 OK 第十题 Bright 陈宏泊 陈宏泊可能没有上到 没关系 尝试下回答 关于长颈鹿形成的原因 下列解释错误的是 自然选择是长颈鹿形成的原因 长颈鹿的颈变异 逐渐累积 形成了长颈鹿的 长颈鹿 为了吃到高处的食物 长颈鹿的颈子生长了 在生存斗争中 颈长的长颈鹿才容易生存下来 有一个好像不太符合 不太符合我们的所认知的 哪一个呢 错误 你的答案是东西 紧长的才容易生存下来 这个合理吧 因为那个时候草已经吃完了 就剩下树叶 结果紧长的就生存下来 B看起来有点怪 但是它其实也就是长颈鹿它有 因为变异的关系就产生出有长颈鹿出来 然后就累积而成是合理的 比较不合理的是这个C的讲法 因为高处的食物生长 脖子生长一下就变长了 你是弹簧吗 你的井 对啊 对这个不是很合理的 OK 这个是比较像是我们叫做用进非退的一个讲法 到目前为止我们是 科学家是推翻了 讲是讲推翻 但是有一些 目前我们还是在 这个阶段还是在认 在寻找的证据 目前我们的学术界来讲 暂时推翻这个讲法 我们比较承认这个自然选择的一个说法 OK 第十一题 陈子盈 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中提出自然选择学说的中心内容 是 生物只具有遗传 生物界具有适者生存 不适者淘汰的现象 用进非退 滥用维生素病菌呢 就会适应而不受其影响 这整个的核心比较正确的应该是 是因 是的 适者生存 不适者淘汰 这个就是他中心的一个内容法 对吧 整个我们每次经常都会听人家讲 适者生存 不适者淘汰 其实就是从物种起源这边提出来的 OK 很好 第十二题 陈轩霖 下列选项中按照简单到复杂的顺序排列 是 哪一个是简单到复杂的 你的答案是B 最绝类到苔藓到苔藓到苔藓 然后呢到绝类 过后呢 螺子植物到被子植物 被子植物是最高级的 是正确的 不是最高级的 我们以前的教法 我们以前教法叫低级高级 现在呢 是用结构简单 还有结构复杂 对吧 被子植物呢 是结构最复杂的 它有六个器官 跟金叶花或是种子 那螺子植物的话呢 它可能就缺几个 其他的又缺更多 OK 好 第十三题 第十三题 Brian 释杰 下列哪项是有性生殖 有性生殖 主治培养 触牙生殖 价介还是种子 答案应该是种子 只要用到种子的 它一定都是有性生殖 因为种子其实怎样形成呢 它是靠花 植物呢 传花粉 然后呢 去到了另外一朵花 跟那个胚竹结合 花粉里面的那个熊胚子 跟胚竹结合了之后呢 就会有这个 种子跟果实的形成 所以一般来讲呢 只要用种子繁殖的话 它都是有性生殖的 其余的我们 不性生殖那边呢 大家还记得吗 它有分裂法 它有触牙生殖法 这个是水系跟酵母菌的 对吧 这个是触牙生殖法 过后呢 有什么呢 有什么呢 营养繁殖吧 嫁接 嫁接是算营养繁殖的 然后组织培养了 这些都是无性生殖的 OK 第十四题 第十四题 无气圣 四管婴儿 还有这个克隆的动物 它生殖方式呢 分别是 两个都是有性生殖 两个都是无性生殖 还是前面是有性生殖 后面是无性生殖 还是前面是无性生殖 后面是有性生殖 C很低 突然间D 突然间C 应该是C的 应该是C 四管婴儿是什么呢 四管婴儿是有些人 他比较难怀育 看错了 克隆呢 克隆其实它是一种 我们到目前为止 你会知道 你相信大家也听过了 就是克隆这个技术呢 到目前都 我们都还不敢用在动物身上 目前只是实验过一只动物 就是绵羊 这个是叫Dolly的一个绵羊 它就是唯一 它是有克隆成功的 只是说我们觉得说 我们用无性生殖的一个技术 放在了 这个绵羊算是哺乳类 算是高等的一个动物了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动物身上 高等动物身上 当然它还算是一个动物了 对不对 我们还不敢放在人类方面 因为在很多人体上的一些 问题等等 还是有很多组织呢 还是非常反对的 所以这个克隆呢 是无性生殖 但是试管婴儿 其实都很广泛在应用了 试管婴儿听起来 好像在试管里面 弄出来一个婴儿 其实简单来讲 它其实就是 有些人很难自然的生育 所以它就从妈妈的身上 就打了一些针 让它 因为一般的情况 这个妈妈只是会缠一个卵子 一个月缠一个卵子 那它又怕说我一个卵子 可能成功率 失败了 就那一类卵子失败的话 我把我的整个功夫又浪费掉 所以它会打一些荷门 就让它一次过可以缠几个卵子出来 过后呢 它就要进行筛选 可能说这个比较 这个卵子比较健康 那个卵子比较不好之类的 然后 它就拿爸爸的镜子 来让它配对 就是让它受情了之后呢 又发育个几天 它又再去进行再筛选 所以它用了在试管那边进行筛选的话 它就比较容易可以控制那个质量 所以让一些 让那些没办法自然生育的人 它可以提高 提高那个生育的一个期质 这样子 所以也不便宜 一个这样子的试管银 还弄出来 可能要上万 上万应急的 所以这个 当然 它还算是一个有性生质 而且整体来讲其实是蛮自然的 只是说我们把移到体外去进行收紧 然后再摆回进去慢慢的生育 所以这个算是有性生质 应该是有 我有跟大家提过这个试管银河 这样进行的 OK 再来看第15题 秋田义 马铃薯 快径上呢 长出了许多芽 过后马铃薯的这个快径呢 就切出了小块呢 每个小块都带有径 带有芽 然后呢 这个 这样的马铃薯 一小块呢 你就种出来呢 就会有得到一株 马铃薯 这种生质方式呢 它叫做什么呢 这个出了好多次呢 我们老师已经是讲到口水都干了 这个是营养繁殖 不要看到它发芽 你就让它触芽生质 触芽生质是放在水系跟酵母菌上面罢了 你们初中的阶段 你就背这两个就好了 触芽生质是水系跟酵母菌 这个马铃薯是营养繁殖 为什么 因为它是用静 然后呢 就发育成一个新个体 营养繁殖定义呢 它是用营养器官 所以它用根 它用静 它用叶 就直接得出一个新的个体 这种就叫做营养繁殖了 OK 大致上是这样子 第16题 第16题 下列生物 新个体的产生 具有属于有性生质的是 马铃薯的快径发芽生根 有性生质 玉米的种子 种下后 长出玉米植株 蛙的受精卵发育成蝌蚪 带蕴母羊 产下这个克隆羊 多利 答案应该是C 二和三 这个有用到种子的 所以它是有性生质 还有这个受精卵 对吧 有看到受精卵的 就是它一定是卵子跟青植的结合 所以它一定是有性生质 这个是克隆羊 对吧 克隆技术是无性生质的 还有这个快径呢 是营养繁殖的 也是属于无性生质的 OK 所以这题答案是C 好 第十七题 您理会 青蛙的生殖和发育 与鱼类相似 表现在哪里呢 它们青蛙跟鱼类的生殖 它是怎样发育上 有什么样的相同 体内受精 还是体外受精 你的答案是C 在水中发育 它是体外受精的 对 两栖类跟鱼类呢 都是体外受精的 只有这两个 其他的都不会 其他很多都是体内受精的 就只有这两个体内 体外受精 体外受精 它一定要在水里面发育 体外受精一定要在水中发育 所以答案应该是C 第十八题 第十八题到陈鸿坡 无性生殖的生产 实践中 益处有 无性生殖有什么益处呢 繁殖速度快 短期内可以获得 大量性质抑制的蜘蛛 后代的性状会抑制 引起品种的退化 这个一听起来就不像是 陈鸿坡 哪一个是答案 陈鸿坡 哪一个是无性生殖的益处 boy 是的 我们一般上讲两个 就是说它 繁殖速度很快 对吧 它这个是第一个 然后呢 还有的就是呢 它可以保留回它的性状 所以保留性状就是二号 对不对 后代的性状呢 均一致 就是一跟二 但是你看三 这个三很搞笑的 短期内 可以产生大量性质抑制的蜘蛛 就是把一跟二又再结合再讲一遍 所以这个应该也是对的 是吧 所以一跟二它就再重复讲一遍 所以一二三的都是正确的一个讲法 第四引起品种的退化 一看到退化这个肯定就不是益处了 对不对 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分析的话呢 答案呢 就不是益处了 OK 第十九题 神止盈 女性生殖 女性产生生殖细胞的器官 是哪一个 这个蛮简单的 女性产生生殖细胞 就是卵细胞的器官 哪一个器官是产生卵细胞 sorry B 是吧 卵巢 这个应该蛮简单的 第二十题 第二十题 陈轩灵 人体内产生性技术的器官 分别是 人体内能产生性技术的器官 一个是男 一个是女的结构 子宫跟婴狼 短巢和睾丸 输卵管和输尽管 这个答案应该是B 很简单吧 为什么要分开两个 是一样的东西 OK 二十一题 二十一题到Brian 人的卵细胞受精的部分 这个我们经常考的 卵细胞受精的部分 还有人体佩戴正常发育的场所 所以到底分别是哪两个 输卵管卵巢 子宫卵巢 子宫子宫 还是输卵管子宫 东西 受精在哪里受精 在输卵管就必须要受精 在哪里发育 在子宫发育 这个也是一个很典型 我们经常讲 一直都呼吁大家记起来的东西 这四点第二十二题 第二十二题 吴季胜 下列有关青春期的叙述中 不正确的是青春期月从十岁到二十一岁 生残器官 我为什么打横 我一般上习惯打横 我习惯ABCD是打横 你不要理我了 C是生殖器官开始发育至承受 然后出现鱼筋和月筋的现象 心脏收缩率增强 季胜给的答案是东西 可能觉得这个好像跟青春期 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个人就觉得说 青春期好像没有去到二十五岁 我看看他给的答案 二十二题 他给的答案是A 心脏收缩率增强 其实也算合理的 因为你在这个年龄 你的身高也发育得很快 你的体重也发育得很快 所以如果你整个心脏的一个收缩率 应该也是要增强 就是说整个体能上面也需要增强 所以D其实也算合理 A错在25岁有点太迟了 好这样一般上都会去到18岁就一定是停了 25岁有点太迟了 OK 好再来23题 不过考考错误放在年龄之后好像有点阳赏了 不过他也很多都是基本题吧 所以有一题这样子也还行 OK 再来看秋天一第23题 下列的结构中 与产生经业有关的男性生殖器官是与产生经业有关 我们是讲有两个结构 这里有三个结构 可能就包括精子的 稿丸 副稿 苏 苏 苏 金兰 金兰 跟前列腺 他有三个结构 东西 对不对 我们念 我们读的时候是讲说产生经业是金兰 跟前列腺对吧 那个是液体的粘液的部分 当然如果你讲说金业其实里面有包括精子嘛 所以那个稿丸也要产生精子了 对不对 稿丸也要产生精子 整个跟它结合 跟粘液结合才是属于完整的金兰 选您要上次所给 OK 所以这题的答案应该是东西 副稿是干嘛的 副稿是储存的 储存那个精子罢了 储存它 催熟它 然后呢就放出来 苏金管也是一样的 只是一个导管 只是导管输送 不出去而已 OK 所以答案应该是145 应该是不会太难 第24题 Antres刚好进来了 Antres 男生出现胡须 头节突出 女性出现乳房增大 等第二性增 是由于 哪一个器官发育的结果呢 应该是性技术造成的吧 Antres 东西 副稿跟职工 前列线跟软的形成 是吧 答案 因为软的形成好像有点奇怪 后面应该是要哪一个器官 软的形成 不是一个器官吧 答案应该是 搞完跟软子 搞完跟子 搞完跟软槽 差一点重招 搞完跟软槽才是产生 应该是性技术造成的 所以这题其实也是在问性技术吧 对不对 人体哪一个器官产生性技术 就是这两个器官 这一边 他这些现象呢 都是因为性技术造成的 所以他答案的21是完全 20 跟20是完全一样的 这样子不是重复出题 我感觉上怪怪 我感觉上怪怪 好像是在重物体 第25题 Thomas 关于胎儿 获得营养物质的途径 下列正确的是 获得营养的途径 C 从母体 然后去到胎盘那边进行物质交换 然后通过体带去到胎儿 这个顺序就对了 有时候他会讲出 有时候他会讲说 胎儿排出废料的途径 那你整个顺序就要倒转 就要从胎儿开始去期待去胎盘 然后去到母体 所以有时候那个体物可以到找问 总之你要知道他们的 连接的方式是怎样 体物不管怎样变 你都会答的 OK 接下去是英文的部分 英文的部分 到林尼慧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describes a type of asexual reproduction 无性生殖 One parent cell divides itself into two daughter cells Each daughter cell resembles its parent cell What is the asexual reproduction above? 答案应该是Binary fission 就是分分裂生殖法 分裂生殖法 这个就是一粒变两粒 然后呢 daughter cell跟parent cell的看起来一样的情况 OK非常好 第27题 陈宏坡 可能英文不太理解 我尽可能翻译一下 Which organism does not reproduce asexually? 哪一个生物是没有进行无性生殖的? 没有进行无性生殖 starfish 就是海星 earthworm 蚯蚓 frog 青蛙 amoeba 变形虫 哪一个是没有进行无性生殖 就是它一定要进行有性生殖 starfish 海星 earthworm 是蚯蚓 c 很好 因为starfish跟earthworm 虽然我们在华文版本这边好像没有讲到 但是starfish 它切一半 它会长回出来 在英文版本来讲 他们是认为说它算是一种生殖的方式 其实有点像是复原罢了 对对 我也不晓得 有时候他们是认为说它是一种生殖的方式 earthworm 蚯蚓 你把它切一段段 它就变成了新个体 对吧 你切五段它就变成五个型的个体 所以他们也认为说这样子也算是一种无性生殖 amoeba 变形虫是进行分裂法的 因为他们是氮气保险物 这个肯定是有进行分裂生殖 是有帮助我们的神经系统的发育 在这个胎儿那边的 这个有学到吗 protein 蛋白质 folic acid 我不懂要讲解释 calcium 盖子 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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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叫叶酸 这个是华英文版本有教到 就是说如果妈妈去产检 医生就会开这个药给她 folic acid 要定时吃 如果你吃少了这个folic acid的话 那个神经系统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发育好的话 呃 严重起来 曾经有试过case就是说 有发育出一个baby是 一生出来他都没有脑袋 他他就是脑陷下去 然后呢我们就 呃 无脑症 基本上他生了出来不到一下子 他就死掉了 啊所以这种就是说你可能你在 怀孕的时候 没有是足够的这个folic acid 所以会有造成这样的问题 所以必须要做产检 必须要去呃定时检查 然后呢这种呃 医生开给你的那些药啊 请去呃一定要吃哦 对不对啊 这个是为了孩子的着想 alright 29题 陈轩岭 陈轩岭 which statement is correct about infertility 这个应该是不孕啊 不孕哪一个是不孕 result from the use of condom 用了避孕套 所以就会不孕 failure to remove excretory product excretory product failure to remove 啊好像是没有办法把代谢肺物排出来 failure to fusion between the male and female gametes 没有办法产生熊肺脂或者磁肺脂 installation on contraceptive device in uterus 呃在子宫那边呢 他有放一个T型的那种环啊 那个也是避孕的用的啊 但是这些都是外力形成的避孕啊 我们这边所讲的infertility呢 是一种这个你没有带于避孕套 然后你也没有避孕的一些措施 但是你就是生不到孩子 这种我们才叫infertility 护孕 所以他应该是本身啊 没有办法产生熊肺脂或磁肺脂 所以这个答案应该是死肺 ok 这个才叫护孕 ok第三诗题 brian diagram1 shows a stage in the development after the fertilization of sperm and ovum 啊 what is the stage 这个是 英文版本呢分得很细的对啊 他fertilize是受精 受精了过后呢他叫受精卵 受精卵他又发育了一下子 他又有不同的名称 ok这样这题是哪一个stage啊 他是哪一个stage呢 第三诗题 b 是的 他给的答案是b 我尽可能啊 第一个是zygote 就是他一受精了之后 受精卵 就叫zygote 然后呢他会进行一些细胞分裂 然后呢就变成了胚胎 那这个胚胎呢叫embryo 就是啊这个是另外一个stage shop 胚胎吧应该是叫胚胎 过后呢呃成型了他们叫fetus 但是还没有出生 就是怀孕的那个过程呢叫fetus 过后呢生出来的才叫bany 所以他们有分啊不同的阶段 所以他们有分啊不同的阶段 好 ok 所以这个是这个叫my 好 第三十一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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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laysia is one of the twelve megadiversity countries biodiversity means all of the members of the same species in an area which is not true 三十一题 D吧 是哦他给的胎也是D 怎么讲呢 Biodiversity is known as biological diversity 就是说biodiversity的意思 生物多样性 哦我们华文版叫生物多样性 就是说他在生物方面呢是很多样性的 有点像废话啦 不过这句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biodiversity is essential to maintain the balance of nature 他其实生物多样性呢 就会让我们的这个大自然可以维持平衡 所以这个也是对 这个也是对 然后这个算是一个我也不晓得 就马来原来马来西亚是一个mega diversity 的country 就是说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其实也是 蛮蛮够多的 是算是一个可喜可恶的地方了 biodiversity means all of the members of the same species is in an area 这个好像有点奇怪 生物多相信这边应该要指的是种群哦 种群我忘记用英文版本 因为我上英文版本 所以有很多时候那些字我不太懂 就是说在一个区域内 同样的物种 的种和它有一个名称的 华文版叫种群 所以 英文版 肯定的不是叫biodiversity 所以这个答案是东西的 是troy alright 好 32题 32题 到7点1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hows a function of dichotomous key 这个好像是在讲着那个双 双民 双民法 就是那个林奈的双民法 classifying living things classifying non-living organism measuring the size of population of a living organism identify an organism 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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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给的答案是b 但是问题是说双民法不是只是放在生物方面吗 non-living organism也有me 这个有点奇怪 二 二 二号有 再问清楚一下这个我个人是觉得二号应该没有吧 non-living organism non-living就是非生物 非生物也有放在内就有点奇怪了吧 identify an organism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反而会觉得A是比较正确一点 三号 我在确认一下为什么non-living organism 因为即使病毒目前为止我们病毒也没有放进去我们双民法的那个命令 因为他毕竟还不算是一种生物 总之一种不是真物啊 我们都没有把它放在内 我们有理由双民法 放在 放在那个 把桌子椅子 这个电视机啊 全部也放进去 有点搞笑 我个人是觉得我再确认一下好不好 我再确认一下这个答案 有没有改善就这样 ok 好 再看下一题 Dicotylatenus 这个是双子叶 Dicotylatenus plant have 什么 Ted root 主根 leaves with network veins 这个是网状叶脉 Floral plants in multiple of three Floral plants in multiple of three 这个有读话没有 这个我看过旧的生物课本呢 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讲法 就是他的花瓣的数量 他用花瓣的数量来 来去区分 三的倍数还是怎样啊 算是这个双子叶还是单子叶 ok entress 来看看第三个三题 答案是 你觉得三有没有 一根二肯定有吧 双子叶 组叶 组根 组根系 还有这个网状叶脉 这个肯定有 到底三有没有 A还是D 来猜一下 A 是的 A 所以如果你的叶脉 是三的倍数的话 应该是单子叶 它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讲法 然后大红花是五个 对不对 大红花是 双子叶的 大红花是双子叶 五的倍数 然后经营 ok我们 所以你看到我们没有上到英文版本的课本 就有些知识呢 其实没有没有 catch到这样子 ok 明年我会上一遍我们的英文版本 希望下一次我会好像是我在读书这样子 ok 第三十四题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shows a taste pathway 就是那个味觉怎样形成 好我来看一下我先叫懂觉 李卫胜刚刚进来 对吧李卫胜来回答第三十四题 dissolve substance 去到P 然后呢变成impulse 然后去到Q 才会形成你的taste ok where are p and q p p和q是什么 p和q分别是什么 divation 诶 好像不记得了 哦 可能陷入不稳 他好像正在外博 anyway 我们换人 Thomas Thomas 第三十四题 p和q分别是什么 我觉得Q肯定是brain 对不对 最后我们会形成微觉 我之前讲了一定是在大脑形成的 所以答案一定是Q 至于P你觉得用汤还是用taste receptor会比较好 啊 这个 到底用哪一个呢 汤还是taste receptor会比较好的 Thomas C 我也觉得taste receptor比较好 我确认这样 是的答案是C ok 啊 当然汤是比较宏观一点 对吧 我们的舌头比较大的 他真正呢 把那个信号给转换了 应该是taste receptor 第三十五题 明理会 Where is the sensory cell for smell located 就是嗅觉 嗅觉 嗅觉 嗅觉细胞 嗅细胞 inside the throid 嗅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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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读错 这个就是鼻腔 他是讲鼻腔里面 on the top of the nasal cavity TV 诶 肺 依靠 ีóc 嗅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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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在鼻腔里面 嗅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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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嗅嗅啊 嗅觉 嗅嗅 嗅 嗅嗅 嗅嗅 它是在鼻腔的上短的 是上面 OK 好大致上那个选择机是这样的